我之前說拍完《誠聖追擊》 我原本就說停了 結果停了一會兒 又再拍《逆願》和《十二傳說》 我覺得現在有些朋友都會說 我看死你,你一定停了一會兒 你又不停了 我不是的,這次真的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人真的要有取捨 你永遠都…如果你不去取捨 你永遠都會有很多事情 覺得還未去做 都很想做 但沒辦法,你先做了家庭行先 還有自己的生意 你不去下手下腳是很難做的 還有現在也有很多間分店 還有也要… 最近多了…我覺得多了一些新的計劃 例如有很多人在外面想跟我們談合作 即我功夫集團 可能有些人想加盟、投資我們 或者…其實美國、泰國、內地、新加坡、馬拉 都有很多人來跟我們談過 我覺得在這方面 可能現在也會多一點時間 放在自己的生意上 興趣一定有 因為… 都是一個新手 在投資方面 很多東西是需要學的 我自己本身其實都很喜歡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都很願意去問一下前輩 或者是有經驗的前輩他們 他們有些問題 例如我有遇到一些生意上的問題 我都會去請教他們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 我覺得人是… 學多些東西是沒有壞處 你說在一個不是自己的範疇的 要重新開始都會有些壓力 例如做餐飲其實都比較辛苦 很多東西… 我作為藝人是… 你說市場推廣來說 可能會有些優勢 但同樣是因為你是藝人的身分 別人對你的食物 或者各方面 我自己對自己的東西的要求 都會比較高一點 這方面又是屬於另一方面的壓力 我希望是… 學多些東西 在這個過程之中 希望可以做好